第六場 另一組 四班遷移 看到排位表 也有很多明星馬 看看背背轉變 天外驚天 除了面穀 初戴眼罩 至於盡著事 除了開篷眼罩 綁利照舊 先走一號 落班的贏科超影 這些馬功夫一向不會太多 你也不用怕他沒有試習 馬功伯身那些 跳也不多 所以也不用太介意 原來找到一條最佳出路 沙田遷移 好 接著是第六寶寶 我反而覺得他上一季好像很近 但我覺得你馬今季這樣 反而活躍了些 這隻是標知科學 他也轉到五彭治那邊 其實上一季我們做神祖節目 經常都覺得手指不是避得太多 因為他在神祖其實一點都不起眼 好 先數一數馬名 時時滿意玉 日升 中環 天下紅衣 震撼 外面醒目 勇居後面 冠寶區 外面 木火兄弟 綠色衣 內蘭 尾爾島 橙帽那隻是標知科學 大墮後那隻 你現在這樣看 那隻疾風明驅 好像完全沒有參與 稍後再說 那隻中環天下 是不是要拿些贏高分試襲 看看你怎麼想 不過去上季其實表現都頗好 在這個馬房 現在跟你跑千二 又賺些級數 神祖一定是急勁行的 是 今次何良幾隻側身馬出來跑 都搞得挺好的狀態 這隻都神祖是醒神 加上他現在的跑法可以留著來追 比跟前還好 美麗笑聲 事襲又是我記得潘頓氏 都是隨隨跟跑 不過現在撿到的二檔 好像其他東西合起來 又好像幫到一些 這組是這樣的情況 八威小智也落了草地跳 他自己一隻跳就會順一點 始終他是尾閹的熊馬 有時情緒會差一點 上季是近過 不過可能是季尾跡都不定 你所說的就是海豚星近鏡頭 裡面一隻就是奮鬥齊心 這樣拍下去 海豚星都好像挺吸引 奮鬥齊心都好像跳下去這樣拍 都不夠他來 這隻就是德力寶驅 亦都是賀銘年去到跳 我經常覺得這次賀在晨操出步 總是好像可以再順一點 還有可以勁一點 我想很多朋友都對他有些期望 好 再數一次集 晉黃星天外驚天 天外驚天 留意一下配備 還有威武覺醒的橙武 裡面聚財 外面轉組的電子轉旗 淺藍衫 尾衫閃電 包尾那隻 連連歡呼 這些又是要看的 看他怎樣撈著了 至於尾衫那隻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不行 還有判頓氏 晉黃星有一罐速度 那樣OK的 你現在計個分 天外驚天 就逐步攬上來 他又一直要逼 但我覺得這個眼罩可能幫到他 連連歡呼 粉紅衫最出的了 聚財都一般 好 看看潘頓氏這隻天外驚天 這次兩隻都差不多名的 一齊出來跑 那隻是飛天 這隻是驚天 他是慢腳一點 有些大步靠艦軍速的馬 所以初出就跑千二先 賣扁那隻滿風雲 外面就銀河飛馬 也是一隻上季 很遲才出來跑過一場 其實我對他印象都不是太深 再跑了先 好 看看這隻未影烈飛的試襲 他在中外檔 彎位就蓋上來 中間就擇聲光輝 裡面就投資有力勇猛精靈 八月尾的泥地試大閘 這一組也有很多馬試 當然除了這幾隻之外 也有其他馬值得留意 譬如電訊飛彈 甚至紅眼罩那隻很有精神 都試得不錯 未影烈飛就有個面箍 在彎位走上來 整個過程 入到直路換腳的動作都很好 沒有太大問題 擇聲光輝也是有前有後 好 再看看他自己的單跳 面固就有了 他其實出腳我覺得有時有點緊 但是要留意有時一些新的馬 轉彎這樣轉 其實回來可能不多 不過他真的從頭到尾都有 那個大閘 這隻就正本雄心 他都過來報一下沙田這邊 因為他其實近期都多數是炮谷草 上季都是 但身仰得很壯 這隻馬其實狀態一點都不是 試襲這樣不夠不快 縮一下也能追一下 好 勇敢夢想 試襲我都不會算不算數 因為我以為蘇兆輝走出去 他走入馬堆後面吃沙 你真的不追 然後進著試 這隻馬也都賽前沒有大閘 跳起來上來 我覺得他都是過得去的觀感 好 來到第六場 3T的尾關 這一組我覺得其實幾多馬 會有些潛力在 可能有些上升的空間 我自己博了兩隻 一隻年紀大一點 2號 第豪寶寶 剛才我跟浩然的講法一樣 我們沒有夾過 但我們不約而同的看法 都是覺得這隻老馬在神操有些生氣 加上這隻大豪寶寶 其實休息夠 他是最強的 所以冷冷地可以搏一搏 4就貪他準成 加上你最幸運 抽到一檔 他又不用很快 咬住中油位置 跟你衝一段 我覺得他都穩健 至於後面的 譬如未拍列飛 我想很多朋友都留意 或者天外驚天 但我覺得他們一對馬 都未算是很吸引 在神操方面 尤其是11 所以那些11 或者我自己會第一次留意走勢 我覺得可能在其他方面 會令到這場賽事的因素 變得不同了 可能因為檔位 或者哪個省一點 哪個不被人阻 馬可能大家都差不多 四號馬可能會硬正多少 就是中環天下 因為他本身已經打底的能力 已經證明過給你看他是有 而你說是不是神操裡面 再放鬆些 其實我覺得沒有 他一樣都是這樣 好像頸薄些 去勢好像過急 但現在希望扯得快些 他容易流些 駕打不是應該硬正的 其他11未拍列飛也好 美麗笑聲 你看到時喜歡拖哪些腳